大家好,这一节开始我们给大家讲美图需求的项目下半截功能的实现 那我们第一节课来讲一下项目当中用到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相机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相机功能如何通过自定义来达到我们项目的需要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相机开发 相机开发呢也就是说你还是基于这个系统空间 因为系统空间它还是在这个硬件基础上进行画面捕捉 那我们在程序当中的实现方式是还是在这个叉白油当中定义surface view添加权限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实现surface view并添加回调函数 然后第三步就通过添加回调方法得到camera对象 调用和实现camera的picture callback捕捉画面自节流 也就是说camera的picture callback才是画面捕捉的核心 然后最后就是通过保存并显示出来 那好那我们通过代码来看一下这个功能如何去完成 好这是我们的主界面主界面那我们主界面因为后期还有其他功能 所以说我们这里实现拍照我们单开个界面 那单开界面是不是还是通过跳转呀 是吧是不是跳转 跳转这个就不多说 我们也就是最基本的是start activity吧 就是new一个intent哈 好new一个intent然后点this 然后目标类是camera我们有camera类好 跳转过来之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跳转 拍照界面 首先第一步还是打开插面文件吧 定义一个surface view吧 这是我刚才写练习大小设置 然后buttonbutton就是按钮吧点击拍照吧 然后最后一个是imageview把拍照图片显示出来 那好那我们通过界面出时画把这几个空间都出时画出来 好第一个是surface view吧 好surface surface surface view吧 好第二个是什么呢 拍照吧button吧 button camera camer camer button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图片显示吧 好那我们 我这里给大家出时画我就给他给大家都不多说我写快一点 我们为了节省时间给大家讲这重要的功能 这里我就拿着最 现在功能就不在这多说啊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 button 然后 imageview 好 我们把这个也出时画完成 初始画完成之后紧接着我们从surface view当中取到一个画面捕捉的一个东西吧 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画面捕捉的区别吗就是一个名字叫surface holder surface holder 就专门处理画面质量的一个对象吧 好那我们定义全局 因为下面也会其他地方用 好 定义全局之后我们紧接着就开始要设置他吧 给他赛的一些参数吧 比如说type type 嗯 这边 还用他自身的吧 surface holder 好 那么第二个大小就比如设置177 然后144 好 紧接着我们再设一个这个保持高亮的吧 处 好最后一个我们就是刚才讲的添加一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 大家才叫是什么callback吧 那我们为了把代码整理的整齐一下 我们在这一块单独写一个吧 随着类叫 my 叫my surface surface surface什么呢 call callback callback吧 好 他实现的还是什么呢 surface holder callback吧 是不是啊 好 那把我们他的实验方法实验 好 看一下这个实验方法 第一个是不是创建 第二是不是变化 第三个是不是消灰 那好 那我们通过这个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相机吧 用系统这个handware 硬件这个open一个打开一个好 打开一个之后 那我们得到这个对象 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定一条圈局 因为一会用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一条圈局 好拿到这个之后 那我们给他就开始设置一个预览 这是画面的旋转吧 画面旋转有可能有些手机 他是有一个打开相机吧 他就讨厌 他就旋转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还得get界面的一个rotation旋转的程度 好 你得传一个上下文件 传一个上下文 我把上下文传进来 好 我们得到界面的rotation 界面的调整程度 旋转程度 get window manager 好 点rotation 是不是 好 我们直接返回一个degree 一个参数吧 好 我们定一个0 然后这一块我们来判断一下吧 判断一下rotation 这时候旋转看旋转多少度 那好 我们把这个参数给他返回吧 degree 好 得到之后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service 其实这个名字叫service 不是service holder 旋转程度吧 你看这0 90 180 270 我们把这几个全取出来 全取出来之后 我们把一次的判断一下 好 90是一个吧 180是一个吧 还有一个是270吧 好 这个当判断零度的时候 这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旋转了 他是逆时针旋转 所以说让给他 他是 反过来吧 然后让 再旋转90度 让他交正一下 那好 当他90度的时候 他旋转这样的话 是不是让他垂直 顺顺顺顺再旋转90度 那这时候我们 让他0 然后 180 我们当然也旋转到270 这个算法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画面的旋转角度 可以去识别一下 好 得到这个之后 我们把这个设备给大家设置上 是吧 是不是得到一个上下文 好 那 紧接着还有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 画面的一个预览吧 预览 叫star 应该开始预览 好 那主要是在这一块参数 这一块这个判断 是不是我们 要通过得到CAMEL的对象 get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主要是里面 画面的参数 这个画面参数 我们一样还是把它定义成全局 定义全局 以后别人引用 我们就不用在这里再 设置 好 就是他复值 复给他 好 那我们在这边第一步 还是要得到这个图片的大小 这个大小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 这得到PRE PRE是不是大小呀 大小集合吧 大小集合 好 这集合设置 那我们 他有可能有界面有多个 好 我判断一下 如果说 多一个F 这个 公表跑错地了啊 如果说 这个 集合点 如果 为空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 这个给他设置的大小 图片的预览大小 预览大小 是不是 i1 i2吧 因为i是表示的是格式 好 假如不为空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 这边 得到的是不是一个大小 对象 CAMERA的一个Size 对象 把这个Size 对象得到 出来之后 是不是从这里面取一个 取一个对象 取个对象 好 取出这个对象之后 紧接着我们是要给他设置 给他设置 还是得设置的是预览吧 预览 size.wise 大宽 size.高 好 设置好了之后 紧接着我们 要给他设置一个picture大小 picture for mix 格式吧 格式我们用go pg 因为他体积大 质量好 是不是 好 那再看一下picture大小 这个大小还是 宽 用的还是i1 好 那得到这个之后 我们之后还在给他设置一个图片的一个 质量吧 这是他的质量 质量处理程度 然后先设80% 还要再设一个什么呢 还要再设一个帧数 每秒的帧数 我们下个5帧吧 好 这是参入变化的过程中 我们要进行画面的一个设置 好 最后一个 我们是不是要判断 消费的时候 我们要判断camera对象 是否唯空 如果说他 不唯空 好 不唯空 这是我给大家之前讲的内存一出这块 是不是要把他这个对象释放一下 并且 对象 指控 对象指控 好 指控 这个是不是处理完了 好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对象是不是要给这个cowback添加进去 光写不添加是不是没用啊 好 这是画面处理完了 画面 处理完了之后 紧接着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触发 事件触发 是不是还是这个button button 我们这别的set去取照片嘛 点击拍照嘛 是吧 点击拍照 这时候 我们还是要从这个cow对象去取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呢 tick吧 tick picture吧 好 看他得到这时候是要需要三个参数 那我们前两个参数就不管 我们最后给他定义这个picture covac 好 那前两个参数我们就不管 最后一个参数 我们是不是要给他定义一下 定义他名字 刚才大家看到提示了 叫tick tickpicture吧 tickpicture 实现的是什么呢 实现的是不是这个系统这个相机点cowback呀 好 我们得到 之后这个bat 就是我们想要效果 那好那我把这个给这边添进去 好 这边点击时间也点击 那这时候从画面点击之后 我们得到的这个 bat输组吗 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设置 那我们判断一下 这个bat是点lens是不是大于零 如果他大于零 代表是有数据吧 否则画面捕捉失败了吧 是吧 好 那代码格式换一下 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转成一个bitmap啊 bit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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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个水来进行一个code转码吧 那这一块转的放在这个bat吧 然后偏移量全零 然后它的长度传bat点lens吧 好 那这时候是不是要给iv.set imagebitmap 把bitmap设置 这时候是不是就显示了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一刻是不是第一步 从定义service view得到巨饼对象 然后设置设置 好 甚至添加一个cobet对象 是不是打开相机 这时候创建一个camera对象吧 camera对象最终在画面普通过程中 进行一个参数设置 得到从画面相机上得到一个参数 最参数的一个设置完成之后 最后消费 用完消费 然后button点击的时候 从这个画面到中去取照片吧 取照片 取完照片 我设备显示 那好 那我们最后把这全线配置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 功能就可以看了 那好 我们实现最后一步 provision 全线吧 是不是 camera 好 那好 那我们这一块实现完之后 我们来运行一下啊 这时候看一下我们的相机功能 是不是大家看一下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self-review 得到holder 一个是不是camera 大家看一下每个方法 是不是都是在围绕camera对象展开啊 所以说这camera 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了解和掌握的核心 camera对象取 camera对象创建 他变化观中当然也是给他设置 画面的旋转喷段 好 这时候正在安装 安装完成 那好 那我们这时候打开系统相机 我们看一下 是否可以拍照 好 出 好 这是不是已经 已经得到一张照片了 是吧 好 又得到一张吧 那好 这个时候是不是相机完成 就实现完成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总结一下这一刻我们讲的东西 实现原理 工作原理 是不是不管性的相机 和自立相机 都是围绕服用work当中的camera展开啊 进行一个硬件画面的渲染 生成byte数组吧 转成inmate指揮 为了画面原封不动性显示 最好在byte转成图片时使用固批机 这个时候给大家讲过 那好 那我们这一刻就讲到这 下一刻给大家继续讲相机的一些其他属性设置 那好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